《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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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讲《新经》里面的经文 舍利子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争不减 我们已经讲过诸法空向 现在我们继续的讲 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 前句诸法空向 这个诸法空向 如果是用另外一个名词讲 这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真心 是无为法 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 有为法就有生灭 诸法空向是无为的吗 无为的怎么可以有生灭 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 因为根据真如缘起 常诸真心的意里讲 诸法空向是既性清静心 它是不变随缘的 它是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它有一个不变的性 真如是随缘的 所以它可以显现万物 也有不变的即性 是如如不动的 无生无灭 所以说是不生不灭 由本体随缘而起这个作用 是唯心所现 一切的现象都是唯心所现 唯师所变 一念起即万法同时起 随缘而灭 参落生灭 它是这样的 它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要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什么例子去论证不生不灭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批语 我们以电光为这个批语 我们在暗时里面开启电灯 灯亮 光就生出来了 其实电力本来是具足的 不需要升起 所以电是不生的 如果我们现在都是很暗的 那么我们一开灯 那个电生了 电没有生了 它的作用生出来 它的电力是本来有的 你开不开 不关电力的事 它本来不生 你说电生出来了 我开这个灯 电光 它的作用生了 但是它的本体本来就有这个电 也不是你去开它是有电的 同样来讲 关系这个电灯的时候 灯暗而光灭 但是电力没有因光灭而灭 所以不灭 所以电力是不生不灭 电力是恒久存在的 灯光有生灭 这是它的作用 有生灭 所以这个诸法空向就是诸法实相 本性自言清静 随缘而生万物 但是其本性有不动的本性 不变的本性 如果是你有般若智慧才能够知它 知道这个事情 你知道的也是知道的相似法 也不是知道的本体 诸法实相为佛与佛才彻底的明了 我们只是从文字里面知道 诸法实相的相似法 因为那个诸法实相是动念之变 开口变错 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 要离开言语概念文字 要离开妄想分别 要离开攀缘 要离开知着 佛 你才见到诸法实相 我们都是不生不灭 我们就这样解释 那么不够不净是什么意思 够与净是事物性质的好坏 众生被无名烦恼迁禅称为够 佛菩萨已经消除无名烦恼 我们称它为净 所以有够有净的分别 一切众生的佛性是寄心 清净心 诸法实相超越了够 也超越了净 所以说不够不净 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什么日光 太阳的阳光 日光来做一个批语 如果是阳光照射在污染的江河里面 如果是这个江水是污染的 这个水是污染的 那个阳光照的污染的水 阳光本身不会污染的 所以阳光是不够的 它只是照见污染的水 它本身怎么污染 阳光照下去 你看看好像我们阳光照尘埃里面 我们讲堂里面有很多尘埃 阳光一照 我们在阳光之下看见很多污染的尘埃 阳光没有污染 这是一个空间污染而已 所以阳光是不够的 它本身是不够的 它没有污染 污染就是尘埃污染 那么当阳光照在很清的湖水里面 里面一点污染都没有很清净的 阳光不会因为水清净而变得更清净 阳光本身就是没有清净不清净的 不需要把不清净变回净 所以说不净 阳光本身是超越了清净 我们不能说阳光清净 阳光污垢 我们不可以用垢用净来看阳光 阳光是为是一体 本无垢净 所以说不垢不净 再讲什么是够 够是烦恼的别名 凡夫误认了忘心为真心 执着了一切所缘尽为实体 因此生出老害蠢狂骄慢 无惩无愧 种种妒忌 称恨种种种种的烦恼 烦恼因烦恼而作业 因作业受报流转 生死三家六道轮回里面 什么是不增不净呢 诸法空相好像虚空一样 虚空是无限的 你不可以量它的 虚空呈现一切的现象 有增有净 但是虚空是没有增净的 虚空 你说如果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我们用掘地 掘地生一尺 我们要掘一个洞 掘地 生一尺 我们掘一个生一尺的坑 其实整体的空间没有增加 不是说你有一尺的空间 我已经有了一尺的空间了 本来虚空里面都是这样的 没有说你有一个坑 你就得到了一尺的空间 没有 如果再用泥土填满了一尺的空间 一尺的洞 我们说这尺的洞没有了 这个空间没有了 其实空间不是因为你填满它这种泥土 不填它 这个不惯事 空间从来没有减少过 如果是你住在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是堆满的东西 你说我没有空间了 我一点空间都没有 好 那么你把东西搬出来了 哎呀 我有很多空间了 空间是一样的 你放东西进去你就没有空间 你不放东西里面你就有空间了 空间本身是不增不减的吗 那为什么我们说它要增减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构 净 增 减 生灭 全是我们的概念分别 全是我们的妄想里面生出来的 与真如的寄性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异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就不了解这个事情 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妄想走 我们跟所缘境走 所缘境我们看我眼而必须深意 解除了牺牲尚未出法 产生了感觉 产生了烦恼 产生了贪嗔痴等等 你的感觉 你的受想心思 就跟着外缘走 那个时候你寄性清净心就没有了 你的出法实相就没有了 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回光返照 真念真如 你必须要照见五愿皆空 返照自己 我不要跟着我的妄想走 我不要跟着我庞原的妄想走 我不要跟着分别心走 我要回到我自心清净心里面 我要回到我的诸法空相 我要回到我的诸法实相里面 如果是你念念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大师之菩萨所讲的 刀摄六根 净念相继 但是很难 必须要修行才可以 你必须要修止观 你不修止观 你怎么知道你的念头 谁的感觉走 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 修行就是这个意思 《大乘起信论》里面讲一句话 真如智体者 一切凡夫生闻 圆角菩萨诸佛 无有真减 非前即生 非后即灭 毕竟长恒 从本以来 性自满足一切功德 阳光本来就没有说清净不清净 它超越了清净 清净是着用 是我们眼根看错了 我们分别 妄想看错了 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如果是有增有减 这个就是生灭法 这个是有为法 诸法空相是没有增没有减的 增是什么 增是有所得 灭是有所失 有得有失是生灭法 不是自心清净心 有所得就是有我相人相 金刚经里面讲 有所得就是我有我相人相 中生相收解相 就不是自心清净心 如果你常常是有我相 事相 你就很难调伏 妄想妄心 金刚经里面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没有依法可得 是阿罗多罗 师名为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它是不争的 有所得就是争 有所失就是灭 本来是这样的 哪有争哪有减 凡夫对诸法空相不理解 在生活里面 求名求利 财舍名十岁 产生无量烦恼 纷扰了自己的自心清净 如果是你念念回光返照 正念真如 那么你这样 以这个心态去念佛 就产生无量的感应 你用这个心态去修行 那么你一定从接定慧里面 有很大的功德 所以我们心经里面 就是讲这一次的理论 我是一个神胖的福音 一家的人 因为有所见的 宽子 虽然有何 increased 你死是过去的 我之后 什么时候 我们看这个心态去的